第四季节目 通过观察他在围方杯的表现,觉得他有不错的身体条件和技术。 队长吉娜则表示,他在非常努力的融入西班牙文化,和球队的相处也很融合。 路能清逊,西班牙们去年在地中海杯的比赛中,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今年又参加了围方杯,感觉这两项赛事有什么区别吗? 吉娜,地中海杯的比赛离家更近一些,而且在那项赛事中小组赛的对手并没有淘汰在阶段那么强。 但是在围方杯,我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路能清逊。 在地中海杯的比赛中,主场氛围会更好吧。 吉娜,是的,西班牙人队是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球队之一,所以会吸引很多球迷。 队员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到现场观看,路能清逊,球队每年大概要参加多少这样的比赛。 吉娜,今年,围方杯是我们目前参加的最大型的一项邀请赛。 之后,除了联赛之外,还会有一些西班牙国内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邀请赛。 路能清逊,想迎一下教练,这类比赛中,怎样的比赛强度,会更有利于年轻球员的培养。 摩西斯,以我以往的带队经验来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也就是17到19岁年龄段,培养球员的竞技能力可能会更重要。 这不像更低年龄段的比赛,会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 对于U19来说,比赛的强度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接近正式比赛。 路能清逊,西班牙人在围方队上,打出了船空风格很强的足球。 这恰好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一种风格。 这两者之间是如何保持一致的? 摩西斯,首先俱乐部和国家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不断向前,取达更好的成绩。 虽然我们看上去都是短船为主的打法,但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细微的差别。 作为俱乐部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让球员变得更优秀。 所以球队的打法也是在这场训练中不断总结、调整、变化的。 这些变化也都是为了让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路能清逊,西班牙队,这次在世界杯上,已经把船空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从结果来看,似乎并不是太令人满意。 摩西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期待还是很高的。 但是开赛之前主教练人选的变化给球队,带来了计划之外的变数。 小组赛中西班牙队的比赛踢得都不轻松,而进入淘汰赛之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确实会有一些声音,说船空足球已经过时了。 但是西班牙足球不会推翻自己之前的足球哲学,我们要做的是根据现代足球的发展做出变化,去改进之前的船空球打法。 让船空足球变得更有侵略性、进攻性,而不是完全否则它。 路能、清逊,如果要在清逊工作中传达这些变化,有什么办法能让年轻球员更充分地理解和接受吗? 摩西斯,其实这届世界杯,给我的人的印象是一届定位球的世界杯,具有一定的忽然性。 所以我们还不能单纯从一届世界杯就找到我们之后足球的方向,这个变化可能已经不会来得那么剧烈。 我们要做出改变的话还是需要循序渐进行调整,从日常的比赛和训练中慢慢去摸索。 总结,才能确定未来的方向,西班牙国家队之前也经历过低谷,我们以前就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时间的。 路能、清逊,西班牙队的风格其实得到了全世界球队和球迷的认可。 很多人都在模仿,包括很多中国的球队,主教练觉得这种打法适合中国球队吗? 摩西斯,看一种打法是否适合一个球队,首先要看这个球队有什么样的球员,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然后还要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因素,西班牙之所以会形成现在的风格,是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同时涌现了一批球员,他们个子不高,非常灵活。 这样的特点很适合打地面,而教练又准确的,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出了对应的战术,这就是西班牙黄金一带出现的原因,对于中国的球队来说,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球员的特点,然后找到适合他们的打法。 鲁能清逊,西班牙人队当中,正好有一名中国球员张奥凯,主教练觉得他,最大特点是什么? 摩西斯,我在今年才刚开始接手球队,奥凯之前在西班牙有余伤病原因,艾处在恢复阶段。 我的计划也是通过这次围方杯来考察奥凯的表现,通过观察围方杯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他的身体条件,技术都很出色,只是需要更多的融入西班牙的文化。 今年他会跟我们一起争战联赛,我相信他会给球队带来很大帮助,路能清逊,以队友的角度。 吉娜认为张奥凯融入的怎么样? 吉娜,奥凯是我们团队的一员,他不仅是我们厂下的朋友,也是我们一名伟大的厂上球员。 去年来到球队以后,他也在非常努力,地融入西班牙文化。 我们私下交流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每周他都会上三节西班牙语课,我们能看到他的努力。 他跟球队相处得非常融洽,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路能清逊,西班牙人在培养年轻球员,方面确实很有经验,但是俱乐部未成年国家队输送的球员,并不如像青年国家队输送的那么多。 教练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摩西斯,西班牙国家队的选拔,跟俱乐部一线队的成绩有一定的关系。 西班牙国奖大多数是出自巴萨,黄马,马进这些球队,他们都是在联赛排名非常靠前的球队。 西班牙人在联赛中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突出,我们一线队上赛系的最佳射手杰拉德莫雷洛,也曾经得到过国家队的征兆。 但是,如果有马进的球员跟他水平相当,国家队的主帅还是会选择马进的球员。 不过我们的青年队,确实给西班牙的国少,国情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球员。 路能清训,西班牙足球是不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类似的现象?摩西斯? 是的,比如联赛在电视转播权的分配上,也会考虑到一线队的成绩。 黄马和巴萨在这方面无疑会占据更大的优势,路能清训。 除了黄马,巴萨和马进,西班牙国脚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国外俱乐部。 西班牙队最近一次的黄金期,恰好也是海外球员数量开始增加的时期。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摩西斯?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很复杂的。 假如我们的球员去了英超、得甲或者打甲,这些地方的足球模式和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家队集训时主教练就不得不考虑如何让这些有不同经历的球员都能适应国家队的打法。 这就产生额外的一个问题,路能清训,中国现在培养球员也会选择把球员送到海外, 尤其在西班牙也有大量中国的小球员。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摩西斯,对于中国的海外球员来说,首先要确保他们在海外的训练和比赛水平,如果能在国外获得更高水平的锻炼机会。 我觉得对中国足球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路能清训,主教练刚才多次提到巴巴这个名字,这是西班牙人一个很著名的邻居。 在中国如果存在这样一支超级强队的话,它的邻居会很难生存,但西班牙人这方面做得很好,一直是顶级联赛的传统强队。 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摩西斯,小比马德里或者在维利亚,在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得比的氛围会更加浓厚,西班牙人是一支历史悠久的球队。 和巴塞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忠实的球迷群体,这两个群体在政治上也代表了普通的立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这两个球迷群体在政治,文化和球队信仰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所以还形成了这种对立。 在这样一个怪物旁边我们要如何生存呢?从我个人工作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忘掉这样一个对手,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鲁能清旭,西班牙人的对手在清旭方面非常有名,跟他们相比西班牙人清旭有什么特点吗?摩西斯,拉马西亚的清旭确实非常有名,甚至成为了职业足球,清旭的一个重要标签。 但是在球员培养的目的上,西班牙人跟他们还是有一个重要区别的,由于一线队情况的不同,拉马西亚的清旭工作,可能更多的不是为一线队培养球员,而西班牙人不同,我们希望自己一线队的球员,都是由清旭培养出来的。 当然这也跟两支球队的经济实力有关,我们没办法像巴巴那样,在联赛的下窗和东窗,以及那些昂贵的球员,鲁能清旭,在青年队之间的比赛。 这种得比的氛围,是不是就已经很浓厚了? 吉娜,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球队跟巴巴之间的比赛,得比的,感觉跟一线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之间的比赛不仅充满对抗性,在竞技层面将也是势之力敌的。 今年夏天之前的季前赛,我们已经跟巴巴有过两次交手,两场比赛都打平了,两年之前我们也曾经击败过巴巴,并且拿到了青年联赛的冠军。 两队的比赛总是很激烈的,鲁能清旭,西班牙人的清旭工作一直非常出色,最近也将在中国湖南开设一个清旋中心。 对于这个项目我们的主教练有什么期待吗?摩西斯,这种合作首先会促进两个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借助这样的项目加深对中国足球和球员状况的了解。 我相信这样的项目肯定会带来很多积极的作用。 鲁能清旭,通过这次卫方杯和鲁能清旭的近距离接触,有一个怎样的印象? 摩西斯,这次卫方杯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首先我对鲁能足校的环境非常羡慕,鲁能的清旭工作,进行的也非常系统和专业, 卫方杯的比赛形式也非常好,通过合伙外球队,包括鲁能在内的所有参赛队伍的交流,可以加深对足球的认识。 我们跟鲁能之间的比赛在竞技性上也非常有价值,我相信鲁能完全可以在清旋上取得成功,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卫方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很感谢鲁能邀请我们来参加为方杯的比赛,吉娜,我的第一印象跟主教练一样,首先是被鲁能足校的设施,设备震撼到了。 昨天的比赛鲁能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输了,我依然相信我的球队,我们会继续保持进步,编辑,腰帆。